我沒有用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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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好快喔 真的假的已經就是一定了嗎 對因為今天就開始 嗯因為我發現他 就是因為我們 他們的廠商就是給的顏色有 滿有限的 然後我就發現 都不是我喜歡的紫色 然後後來就想說那我用藍色好了 所以就沒有用紫色了 而且我覺得好像男生會穿紫色又蠻少的 所以想說那我還是用藍色好了 就感覺藍色普遍 大家都還蠻 大家應該都還蠻 應該都會穿吧感覺 我看一下喔 對啊 因為我原本想說我原本用了兩個藍色 然後我就猶豫 因為有一個藍色就是它比較深一點 就是比水藍色還深一點點 可是後來我想想 就是女生 我就怕女生不太就是可能覺得水藍色比較可愛這樣 但就是考慮蠻久的 因為有時候應該男生也會穿水藍色吧 因為就是比較亮的藍色而已 可是應該好像也不會太少女這樣 所以就選了水藍色 因為我覺得整體這樣看起來 水藍色跟我的圖比較搭 我不知道 我有點緊張耶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到底大家會不會買 因為我很怕定的人不多 因為我那時候很猶豫到 用雙面還是單面 可是我覺得用單面又覺得我的圖太多 就如果只放在單面的話 圖會整個爆炸多 就覺得是很奇怪 所以我就想說那也是做雙面好了 真的嗎?謝謝 就是希望大家 如果真的喜歡的話 可以定一下 因為我也是怕就是 因為原本是說中間要放我的照片 可是後來覺得就是怕 有些人可能就是會覺得很高調 你知道就是 中間放我的照片 就怕有些人就不太敢穿出去 所以就覺得 如果想要大家都會穿的話 我覺得還是比較放人點會比較好 所以我想說那我就 那我就 畫就是只有 我想說那我就用那個 只有人的樣子就好 然後 然後 然後我想說 那就 那就 放自己畫的圖好了 就沒有用照片 因為我怕就是 有些人可能 比較 不敢 或者是不喜歡 穿有人臉的圖案的T-Shirt 因為 他也就蠻害羞的啊 就很奇怪有沒有 就是 穿著那個 感覺就很好笑 那我自己也不太會穿人臉 出門其實 那我想說他畫一點就是 比較有個人特色的那個 T-Shirt 會就好了 之類的 就是至少就是 至少 至少就是 怎麼講 看起來不會那麼的高調 那我覺得 應該大家 會比較喜歡這種 感覺的 讓我看一下 嗯 雖然不是 紫色也蠻好看的 對啊 因為我覺得水藍色也很可愛 因為我其實 紫色 紫色的話 另外一個喜歡你顏色是藍色 所以想說 那我用藍色好了 謝謝 可是我覺得我快了那天好醜 呵呵呵 像說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看起來還蠻醜的 生日會 穿起來 大家真的會買嗎 有點好奇 所以 紫色比較少搭配 對啊 所以想說那還是用藍色好了 嗨 新年快樂 買起來 紫色比較不明顯 嗯 因為他給的紫色我沒有那麼的喜歡 因為林傑是選紫色的嗎 好像是 嗯 林傑是紫色的 剛剛好 因為 他那個紫我覺得有點太深了 就我喜歡再淡一點 然後 而且就是我也很怕跟林傑妝 因為想說林傑應該會選紫色 那好那我還是選藍色好了 就還好沒有 沒有妝在一起 他們的眼很可愛 這我沒有寫二十幾歲什麼的 我原本要寫什麼 永遠十八歲 超白癡的 永遠十八歲 感覺那種小 總覺得藍色跟粉紅色超搭搭 就是剛好就是那種 對的眼 對怎麼講 那個叫什麼 嗯 相對色就是 比較明顯 就是感覺貓肉球比較可 就是紛紛的可愛 我原本想說要不要就是用 我自己所會的顏色 可是他們說怕硬 就是硬出來那個顏色會比較不清楚 所以後來就改線條 就是線條感覺蠻可愛 就是比較精簡的感覺 如果不喜歡太複雜人的話 就覺得還行 他們的也都蠻精簡的其實 就蠻可愛的 小滴臉看起來蠻不錯的 其實我一直很猶豫就是那個貓掌 到底要放後面還是前面 因為我因為前面有名字嘛 然後一直覺得應該要放中間 就是衣服的中間 因為我怕下面就是 如果大家想紮衣服什麼 可能就會消失不見之類的 或是就是很麻煩 就是可能就沒辦法紮 如果要跑出那個名字的話 我原本是想把它放在背面的中間 因為就是名字嘛 名字感覺就是後面比較正常 就大部分的T恤如果有名字的話 通常都會在背面 然後所以其實我原本的構想是 就是那個貓掌是在背面的 然後那六隻小貓咪是在前面這樣子 然後中間是我的照片 可是後來想說那不要照片好了 因為昨天有點花椒 就覺得很奇怪 那還是不要照片好 所以後來就覺得你長這樣 可是我的就是如果你不放大看的話 看起來蠻不明顯 而且它只有線條 沒有那個圖案 謝謝Forever的衛生點打call 新年快樂 哈囉 嗨 午安 今天特別漂亮 沒有啊 我覺得我長得一樣 而且我留下還怪怪的 那我今天看起來超想睡覺 我還在一個 我還在一個迷茫狀態 謝謝阿爾法的啾啾你 謝謝阿爾法的啾啾你 像英文家貓長很簡訊 休閒風 那時候說單面原來還能改 對面每隻貓都不一樣可愛 那時候還沒有訂高 因為那時候不知道排起來怎麼樣 然後我們昨天就是 我們最近才就是 確確定那個樣式這樣 就是 才確定一下到底要長怎樣 或者是正反面什麼的 想買 想買趕快買阿 買 買起來 買起來 大家買多一點的話會比較好 比較好的原因我也不知道 穿人臉跟別人說做老婆 但有些人不會想穿阿 就是會害羞之類的 看起來還蠻害羞的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這樣覺得 穿人臉梯真的比較好學 對不對 如果你穿什麼動漫梯那我覺得還好 可是你就穿了一張人臉就覺得 有點尬很好笑 我覺得這件設計很好 真的嗎 謝謝 哈囉五安 放頭下的話 艾斯大英會穿得很開心 可以建議他 看起來很美 我的照片大概活動比較敢穿 你要畫隨時都能穿 對我就想說 那就是 就是畫一些隨時都能穿的會比較好 所以才決定 後來決定把我的照片拿掉 你看這張位子剛好是紅燈那裡不好拍 喔 這樣子喔 可是我覺得我的臉型拍起來很大 就是這裡 因為我這邊的腳比較明顯 因為我臉太凹嘛 所以這邊跟這邊就會看起來特別突出 就拍照的時候會放大 然後感覺就超醜的 而且因為我不太會特別修這裡的 這裡的腳 我就覺得好醜 拍在這裡超大超醜的 男生很好看 買都買 欸你們有人會多買嗎 譬如說 一個拿來收藏 然後一個自己穿之類的 因為我記得好像 我聽好像有人會這樣子 就是買比較多件 然後 有幾件可能就留起來 備用 或是留起來當經驗之類的 因為像我的話啊 我有時候買那種宅踢什麼的 或者是 那個 演唱會應援踢的 的時候 就是覺得因為很貴 然後所以我也不太敢買 就是買兩件 算我很想 可是超貴的 就我覺得買兩件真的太貴了 然後就是想說那我還是 就買一件 就是自己 就是怎麼講 小心的穿這樣 所以就我也沒有 沒有特別就是 沒有特別買第二件 可是我也蠻想要買第二件 因為感覺就是 哪天你拿來收藏啊 而且就很怕自己弄髒 我就 我就很容易 我是那種很容易 就是弄髒自己衣服的人 就很白癡 就是不知道怎麼 就是會弄髒這樣 喜歡搶得到 沒有這個是 預購的 就是它沒有限制 它沒有限制 它沒有限制數量 所以你提早訂的話 一定都買得到 可是我們好像只有 訂到15號 所以15號之前如果沒有下的話 就真的沒有了 對 可能就真的 買不到了 嗯 因為這個可能真的就是 只有生日的時候才有 就不會再出來了 所以如果你真的 這次沒有買的話 你可能就 會後悔 超級後悔 因為它不會再出第二次了 那應該不會再出第二次了 所以一定要買 買起來 買起來 我自己應該也會買 對 買給我家人的 哈哈哈哈 我自己的話應該一定會有一件 但是就是 我想說 我也不知道我家人會不會訂 所以想說 我不知道 如果他們沒有訂的話 我可能就會幫他們訂 對 所以 要買 因為這個真的可能 真的以後就不會出了 因為這個應該就是那種 生日限定的T恤 所以你就算以後想買 可能也買不到 變色溫 調色地獄 變色溫 調色地獄 所以我在想說 我要不要寫永遠18 所以可能很乾淨白癡 好好笑 吃飽就是下單 對比較深 對啊 而且是覺得一樣的感覺 就看起來一樣 嗨 新年快樂 你好 早安 其實是午安 雲亞 還不要寫什麼 第四十八歲 這要寫永遠18歲就好了 管他幾次就是 就是永遠18歲 真的有睡好嗎 普通 因為太冷了 我這邊也是 我這邊也是 一直醒來 因為就是很冷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 很冷 然後又爬起來 然後拉了棉被 就我棉被 有點白癡 就是他會一直亂跑 就是他會一直在那個 那個我的那個 棉被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包棉被的那個 恩 對 然後他就會一直在裡面亂動 就他有時候會變成一大坨之類 就沒有辦法平均分散 然後我就會一直敲我的被子 真的是超超辛苦 睡得很辛苦 誰會紮T恤 會啊 為什麼永遠不紮T恤 有些人很喜歡紮T恤啊 有些人會紮起來 然後就把他 就拉出來一點點 就看起來比較 不會那麼的 邋遢 你知道嗎 只是因為他 如果那個衣長很長的話 看起來就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T恤很少紮應該還好 有啊 我就會紮 就看起來是那種 比較 不知道 怎麼講 休閒的那種風格 但是 因為有些襯衫 T恤的話 比較有可能會紮 嗨 新年快樂 對 那其實是電腦看起來 蠻不明顯 但是實土的話應該還好 實際上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蠻明顯的 因為畢竟還是白色的 白色跟粉色為主 實際上看起來應該是還好 而且我們到時候 應該還是會確認一下 就是 印出來的樣子 你這樣少人穿 真的嗎 我會耶 因為我覺得 就是狼狼的看起來蠻醜的 除了練習的時候 不會紮 可是我有時候如果為了搭配好看的話 我還是會稍微紮一下 我現在買生日梯 可是二二八到北上 呵呵 這個狀態裡面要可愛 什麼鬼 當然啊 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早起床 想太多了 超累的 我等一下想說我要吃什麼 好累喔 可是我覺得我下完博之後 我就想睡覺了 我昨天真的睡得很不安穩 就一直 就一直 睡了又醒 睡了又醒 大概 大概有三四次了吧 覺得很累 每天睡到睡成這樣 就覺得超累的 而且昨天明明就蠻累 就會很想睡覺 那他說應該可以 好好的睡到天亮 結果還是不行 而且昨天超級無敵冷 冷死我了 然後有沒有暖氣 好冷 我那天反正真的超級冷 可以買兩件互穿 可是有些人就是不想穿 就是為了要收藏之類的 因為如果你穿了的話 還是很有 就是會有機率會弄髒 所以我好像有些人會就是 買一件收藏 然後一件 就是自己穿這樣 就如果你也是怕弄髒的話 就可以買兩件 現在在安利自己的生日梯 好好笑 可以買兩件啊 然後一件收藏 用這樣 比人家買兩件 還沒發新 還好吧 通常不是5號或10號嗎 可以的 這個要15號 你可以等你發新就可以定了 不錯吧 一定來得及 來不及趕快跟你朋友借一下 笑死 車裡面要提起雲林晚 應該沒有人會知道啊 雲林人應該沒幾個人會知道 有 沒有喝熱的 有啊 可是還是很冷 而且只要天氣很冷 我早上聲音都會變這樣 超沙啞的 買七件是怎樣 笑死 他沒有寫1 為什麼就7啊 但以前一樣 身未開 當然 因為太冷了啊 所以早上的時候 就會 聽起來就會很正常 一定是沙啞的 而且我一口水都沒喝 現在買了第一件 新一下蛋 真的欸 看你的時候就定新一了 好好笑 不要 真實的臉型又不能PS修掉 你要幫我修嗎 消掉這樣 把它去整形 把這裡跟這裡全部消掉 這真的很醜欸 因為這裡只要拍照 就會超 看起來超級無敵大 然後就會覺得臉很大 雖然其實沒有 雖然其實臉很小 可是從來上看起來 就超大的啊 然後就覺得好醜 真的很不喜歡這一塊 那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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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 請問你這根頭髮到底在哪裡 喜在哈嘍 你到底想去哪啊 這根頭髮真的討厭 我不知道他到底想去哪 他看起來是這裡的啊 你過來吧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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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安 到了 跨年快樂 因為其實還沒到新年 所以是跨年 快年快樂 呵呵呵 這好像大家都習慣 那個 就是直接講 新年快樂 雖然對我來說 真正的新年 還是算農曆的年 我都是算農曆年 才會講新年快樂 嗯 突然安利一波 因為有人提了啊 有人提就是要講啊 其實這不是我提的 呵呵呵呵 既然有人提了我就大發 我就大發慈悲的 的安利一下 很好笑 來 建議屯出位子買下一年 下一年 下一年 安安新年快樂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昨天還蠻紅的耶 因為我塗的蠻粉紅的 你不是粉紅就是橘紅 對橘紅 然後夕陽那 眼妝夕陽一點好了 然後就用的很橘紅 超好笑 因為我昨天忘的到我的眼影盤 所以畫面沒有辦法補 所以就是看起來沒有那麼深 真空袋 真空袋也太浮誇了吧 塑膠袋就可以了啦 道哥買起來 他才不會買咧 這樣 明年會出第二 第一另外一款 對 反正每年應該不一樣 不可能會是一樣的 這樣的話可以直接粉絲交流 對耶 好笑 嗨 新年快樂 我不會提被子啊 只是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會 可能我亂動的時候 然後他棉被就會亂動這樣 嗨暖風 沒有他不是綁起來 他是太大 就是我的棉被是 我的被套是雙人的 可是我的 我的那個 我的後背其實是單人的 所以他在裡面會一直亂跑 因為空間太大啦 然後他就一直開始亂跑 剛剛看了一件900 應該說900 一直都是900啊好像 這樣 但是建議售價 可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改耶 應該 我不知道 這還真的不知道耶 問號問號 應該是看那個吧 賣出的量之類的 但是好像 好像都是固定900塊的樣子 沒有啊 這剛弄好耶 怎麼可能那麼快要出來 就算出來了 你們也看不到啊 呵呵 看羽苗機 或羽靈 問號 昨天沒有地震啊 昨天沒有地震吧 昨天沒有地震吧 其實也是 還是還想睡 昨天有地震嗎 我不知道 有嗎 不知道 有嗎 沒什麼感覺 雖然我覺得我昨天晚上 兩三點嗎 就覺得好像有一點晃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 我有點頭暈 就是 對 我覺得應該是我 就是 我應該是我暈暈的 因為我 因為我就是停下來的時候 沒有感覺在晃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自己 在暈吧 三套 開放千雲就買兩件 不知道 謝謝 他心帶的是有 我所會跟千雲會 對啊 就是感覺都卡在一起 有點 有點結局的感覺 雲車浪是什麼 沒有 可是我不知道 我們沒有雲車 一般的不會雲車 我覺得我搭客運會雲車 我們那個不是 不算客運 我們昨天搭那算小巴士而已 單單捐換一件先進衣服可以 新年快樂 你臉都超小 我們的已經很不明顯了 什麼東西很不明顯 你們要怎麼看到美美的 想回家了 想回家了 跟他眼鏡照三 跟阿修一樣小臉還在講臉大 我臉不大 可是我覺得拍照看起來超肥的 那不是大不大的問題 是拍照起來 他一定會放大 就是每個人的臉 就是角度的話 這邊都會特別肥大 因為我畢竟這邊 其實不是那種 就是順下來的臉 就是順下來的骨形 我的骨形是一樣有角焦的 然後如果有角焦的話 通常拍照起來 側面看起來就會超肥 然後就看起來臉超大 但其實沒有很大 然後就覺得 好討厭喔 就是照亮相看起來超醜的 就是照亮相看起來超醜的 然後就亮到 就是這個把你就沒辦法當作實際上來看 這一定得印出來才知道他到底長怎樣 嗨命 有些被套可以綁 我的不行啊 嗨阿貴 嗨暖行妃兒 嗨氣兒 怎麼時候改過售價 不是都這個價錢嗎 你靈異的不是也是900塊嗎 我不知道啊好像是 嗨 Happy Love 不知道不會再改 應該要固定 是固定的吧 是今天地震 今天哪裡有地震 今天有地震嗎 沒有吧 什麼時候啊幾點啊 今天有嗎 今天沒有吧 哪裏有司機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沒有地震啊 嗨巨尾 嗨龍魚 要不要為什麼不要 我懶得拿 我懶得拿起來 因為他好大 太大坪了 正面看跟實際看他都很漂亮 很醜 照亮相看起來超醜的 照亮相看起來臉超級大 哈哈 凌晨三點的時候 那就是我醒的時候啊 嗯 暴露了我睡覺的時間了 對 反正就是我醒著 喔 那真的不是我的錯覺耶 我一直在想說是不是我 不舒服所以我 我很暈這樣 因為我就覺得 畢竟我這邊很高 所以只要有一點點地震 這邊一定都會晃 然後好像奇怪是在晃嗎 可能是地震嗎 然後我想說還是我的錯覺 因為其實還蠻真的蠻笑的 就是很微很微妙的那種晃度 然後說 欸是我頭暈嗎 然後因為畢竟那個晃度也不會引起 就是旁邊的東西晃動什麼 然後我說欸到底是我頭暈還是真的在地震 然後就我也沒有特別去爬大家有沒有發什麼地震文之類的 就覺得很好笑 螢幕上當然看來不出眼妝啊 因為會被吃掉 這很正常 8點才睡太晚了吧 我一晃 3點 對就很小啊 而且你住那種平地你根本就不會感覺到還晃 平地是不會有感覺的啊 是因為我剛好住在那個地方 所以就 就是有點 應該說如果你剛好在動或者是你在睡覺的話 基本上根本就不會有感覺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樣醒著然後沒有 就是你身體沒有在動的話 你一定會有感覺就是他在晃 是很輕微的晃 所以他擁光 然後我就覺得欸 好像有在搖 然後我想說地震嗎 因為我第一時間就覺得應該是地震 因為很突然的在搖的感覺 然後我想說嗯 因為就是很輕 然後我想說 蛤會不會是其實是我頭暈之類的 然後因為他畢竟很小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查說他是不是地震 我想說管他反正很小 可是我剛開始的時候覺得很緊張 因為我很怕他變大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會有那種地震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很小啊 然後後面就突然變超大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嗨小姨 咦是阿雲的雪花 這先睡得太晚了吧 你這樣有辦法工作上課嗎 比我還要誇張欸 這樣完全沒有辦法起床吧我覺得 還是只是做夜班 因為是那種做晚班或者是 夜校可能才會有這種作息 不然應該不太有可能早上要上班 然後還是這樣子 好難怪 那早上你怎麼可能早班還做 就是還這麼晚睡 昨天超美 雖然沒辦法到現場 沒關係 這麼遠 這麼遠其實能到現場也不多啦 呵呵 有些人家住那麼遠 坐在南部的什麼的 怎麼可能跑到那裡去太遠了吧 不是阿 因為其實我覺得看起來 在那個螢幕上看起來都還蠻難的 不明顯的 就是因為像那個什麼 呃 菱姐的她的T是比較 她是深紫色嘛 所以相對上看起來一定比較明顯 她的那個 她的那個什麼 呃 她的那個什麼 哼 她的那個小蜜蜂可愛 我喜歡她那個小蜜蜂的樣子 而且她的也很簡潔 她的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小蜜的相對之下 跟我一樣就是看起來有點不明顯 因為她的也是很 有點亮色系的 她的不印出來的 應該也看不出來長什麼樣子 所以的話 其實還是得看印出來的樣式 因為她畢竟是白色的 可是她 她用的 她用的顏色也都蠻淺的 所以肯定也是有點不明顯 她是那種有點像那種夏威夷風有沒有 因為她是那個什麼 呃 小蜂的那種 設計 的感覺 然後跟文字 這也是蠻簡單的 我們這 我們這怎麼是 我們這怎麼是走簡潔路線 蠻好笑 蠻麻煩的 李導不能買嗎 為什麼啊 她不能寄李導的 這麼麻煩 你可以先請別人訂啊 然後訂完之後 再請她寄李導 過去給你這樣 呵呵呵 這樣也可以阿 其實我覺得行 因為如果她萬一真的沒辦法寄李導 你可以請別人幫你買之後呢 然後再寄給你就好了 有點蠻麻煩的 沒有寄離島確實是一個不是很好的設計 因為畢竟其實 離島還是有這邊的人 也是會有台灣人 所以覺得如果他住離島的話 又不能住離島的話還蠻麻煩的 他會呱呱 他的雞骨雞骨 被我看到喵喵聲寫他有好氣 因為他不是推我啊 他當然抽得到我 有推我的人都抽不到我啊 超好笑的 這是一個奇妙的bug 是永遠都會抽不到自己的推的那種 這零結的其實也蠻簡約的 對啊 因為那邊交通其實也沒有到很方便 就頂多你看完之後 看完門之後就得衝去搭客運回家這樣 這實際也蠻累的 就是還蠻麻煩的 而且一定會塞車啊 布丁奶茶 還有我好想喝布丁奶茶 我等一下去買來喝好了 因為其實我還沒有吃午餐 因為我家 我家什麼 我們這邊什麼都沒有 連麵包都沒有 然後我又來不及去買午餐 我想說算了 我播完再去買午餐好了 因為我覺得 我下去買完再上來一定來不及 一定會拖超久的 我就想說算了 我要播完再去買東西吃 反正我剛醒來也沒有什麼胃口 想說算了 我還是下播再去吃東西好了 沒有去咬超久的啊 因為那很遠啊 那你就要這樣繞過去 所以覺得蠻麻煩的 本來是薄肉奶茶 薄肉奶茶 薄肉奶茶 那其實就還好啊 但是沒有那麼多金錢的人來說的話 過夜就是一個消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花費 就還蠻麻煩的 好冷啊 好好好 喔 什麼 安妮媒特咖啡醬 出了新年特異的寫真卡 它是在逼我去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人家在分心耶 超白錯的 邊跟大家聊天邊看安妮媒特的消息 怎麼辦 我想去喔 可是我覺得應該湊不到我要的 1 2 3 4 5張耶 5張感的機率蠻小 5分之的機率耶 什麼鬼 好難喔 怎麼辦 算只是哪一張都可以啦 它竟然出了新年特點卡 什麼鬼啊 這在逼人家消費耶 好可怕喔 看一下喔 送完為止 怎麼有點微妙 1月1號開始 不要 今天去人一定爆多了 今天人一定超級可怕 今天去一定爆炸 因為今天放假嘛 今天去應該人超級無敵多 還是不要去好了 等沒什麼人的時候再去好了 突然吶喊 但是抽到布丁裡面有什麼 肺活量大賽 像死 愛單細胞 我也沒吸過布丁耶 好笑 就是除了喝飲料的時候 會吸布丁以外 其實不太會有機會吸到布丁 鼻聲小抽 哪有 你知道抽自己也推很難 因為我在裡面就是 只有一張 大概只有一張裡面 有我最喜歡的而已 然後其他就是普通 你知道嗎 所以等於說 沒有抽到那張就沒有啦 其他的的話 基本上就是小推而已 就是沒有到很推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有點微妙 因為有一個是 他是紫色的設計 他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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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怎麼講 他算是 一組一組一組的人 然後我想要的那一組是兄弟組 然後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次都超哥哥 我真的不想要超哥哥 你知道嗎 因為他只有二分之一G 所以就是很衰 就是你超哥哥就沒有這樣 而且就是哥哥很難換到弟弟 因為弟弟的人氣比較高 然後每次想換弟都換不到 然後因為弟弟也是我喜歡 聲優配的 然後又很可愛 然後他的背景就是 剛好是 就他那個家族剛好也是紫色的 他那一組剛好也是紫色的 然後我就超喜歡的 然後我就 可是我每次抽卡 也都是抽到哥哥最多 然後 我上次去Anime Cafe的時候 也是抽到哥哥 我真的超殺眼的 真的是本命迴避耶 真的很討厭 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以後 需要別人幫我代抽 我每次都會抽到哥哥 為什麼就不讓我抽到弟弟 莫名其妙 弟弟明天比較可愛 可惡 故意不讓我抽是不是 然後再來的活動 另外 這是另外一個活動嗎 另外一邊 沒有它是西門店的耶 那要到什麼時候來著的 西門店的話 下一個活動是那個 月歌 男生應該不太知道月歌 因為也是一個很女性向的遊戲 跟動畫 所以 男生應該通常不知道 喔 10號開始喔 貼紙 他現在怎麼那麼會出東西啊 就是很可怕 因為他剛好出的那個 出的那個貼紙的那兩個人 就是他是兩個人 兩個人一組的 然後他出的那兩個人 剛好都是我滿喜歡的角色 笑死我 可是這樣也很微妙啊 因為抽不到的話 就會要抽到別處的耶 有兩組喜歡的啦 另外四組真的就是普通 唉好煩喔 真的弟弟都抽不到啊 本命詛咒真的很可怕耶 真的 一定是 什麼一定是 平昇竹林的相遇 雲苑歌詛咒 他其實也不是正太 他是弟弟 可是其實他看起來也不是正太 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成熟的高中 高中身兼偶像 好複雜的角色 抽到就可以加推喔 不要 不要再加推了 我會沒錢 笑死我 先買兩件 好啊 非洲攀 唉可是我們上次超幸運的 就是上次有一次的時候 好像前幾天而已 然後我們就 去了Animate 然後我們就是 超不好意思 我就買那個 我就買那個 idolish7的 然後他是買那個 然後 就是因為都是那個 用抽的嘛 就是那個銀色包裝的 那種有沒有 就是那種 那個 就是那個 小 就是小小東西 然後我的是 我的是 吊飾兼立牌 然後他還是 吊飾 是嗎 還是立牌 啊沒有他還是立牌而已 就是單立牌 然後我的可以變成吊飾 加立牌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 就是很猶豫 要不要 要不要抽 因為一個也要兩百 兩三百塊 就是有點小貴 然後如果沒抽中 就完了 因為idolish7裡面的那個 Zulu的話 我只有推 那個Nishiyama Nishiyama 配的那個角色 然後 然後呢 我想說那還是 抽看看好了 因為他是四個人一組而已 然後 這是四分之幾的幾率嘛 好像就還可以 然後他 阿發那個 阿發那個有十幾個吧 阿發那邊有十 十個左右 然後他要抽 始終兩格而已 因為只有兩格 是他比較喜歡的 然後其他還是還好啦 就是抽到也不會覺得很 很差 可是就是有一個角色 最不想抽 因為有一個角色 是超級反派 然後他又很長 又不怎麼樣 長 就是一個大叔樣 誰想要 然後所以就是 我們就很猶豫 然後我們就一直 就是偷偷摸那個形狀 最後也沒有到很用力 就是想說摸一下 邊邊看一下 那個形狀是不是 差不多的 然後其實我就是 我其實那時候 沒有猶豫很久 我就是稍微摸了一下 然後發現 感覺應該是這個 就是女生的第一直覺 有說很超準的 然後他說 反正就是 你再怎麼摸也摸不出一個 所以然嘛 他說那就 這個好了 感覺就比較像 就是內心就覺得 這應該比較像 那個形狀 然後我就直接買了 然後阿發用超久的 因為他有十個左右要摸吧 超白癡 然後我那邊 因為Polomea的那個形狀 真的很 真的很 每個都不一樣 就是有點難摸出來的 那個形狀 然後有些 有些形狀就超詭異的 然後我就用了很久 然後可是又摸出 所以然然 然後我想說 我們就摸了超久 然後說怎麼辦 這個人都超像的阿 然後後來就這樣 我後來 而且因為他其實 包的那個裡面 還有一個白色的 比較厚一點的那個 白色的卡紙 就是會放在裡面 就是因為為了要保護它嘛 或者是不想讓大家知道 就是不想讓大家 直接摸出來 是長什麼樣子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紙 卡在那個裡 就是卡在外面 所以其實有時候 摸梗摸不出來 因為就是會摸到那個紙 你知道嗎 然後只有我就是 他摸超久 然後我跟他說 阿發你這個好了沒啊 呵呵呵 然後我也在那邊幫他弄 感覺很像欸 然後我如果拿一件他 我就拿一件他 你不覺得這個也蠻像嗎 就是我們就想說 會不會是他想要那個角色 然後可是因為有一點 就有一點就是 但是也不確定 因為有些形狀 有些那個角色的形狀 看起來都差不多 然後又摸不出去 後來想說算了 就定了 就覺得應該是這個了 然後呢 就是雖然我們那時候 原本想的是 就是他喜歡那個角色的另外一款 我們原本以為是另外一款 然後結果 結果我們買完之後 我們就是互猜 超白癡的 因為這是回避本命嘛 我想說欸 猜出來然後給他 就是我的就先給阿帆看一下 欸是阿帆的先給我看 我說因為他猜完了之后 他就很害怕 但他就是一個反派大叔 誰喜歡他 他為什麼就不要 他就是一個很壞的反派角色 就是很機車的反派角色 不喜歡他 討厭他 我們兩個都很討厭他 買買買買 就這一次喔 下一次就沒有了 不買下一次就沒有這個T恤了 什麼 駭河馬 對啊 所以就是也沒有 就是其實我們也不會特別捏得很大力什麼 就是想說看 稍微按一下有沒有那種 角角之類的 就是看一下那個 稍微摸一下那個形狀而已 別的角色的色子 沒有所謂別的角色的字 他就是永遠都是一樣 裡面會有一個白色的字 一定都會 就是他 比如說他這是一個 一個 利牌 然後他利牌外面呢 外面會有一層紙 一層白色的紙 就是為了讓你不要那麼輕易的摸出來 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他會再放一個紙 就是卡在那 就是卡在那中間 就是反正那個東西會卡在那個紙的中間 你之後去抽的話就會知道他長怎樣 然後就覺得很可怕 然後呢 我也是 就我也是拆完之後呢 阿凡就說 欸我幫你看一下好了 因為我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真的摸不出水量 就覺得應該是這個就是這個 然後呢 我就 他就幫我看 然後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呢 然後他就 因為我真的很怕不是 然後他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他就這樣看著我 然後他說 然後他說 蛤 超白色 兩個人那個 兩個人那個反應超白色 他說 是咧 我說 騙人真的假的啊 因為真的很莫名喜望 因為我很少會就是一次就中狠命 然後我說 蛤 你會騙我吧 我就以為他是在騙我之類的 哈哈 他有時候也很認真 然後我說 真的嗎 然後他就拿給我看 哇 然後我們就 我們兩個白痴在那個西門 地下街那邊尖叫 超白痴 真的是還有別人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 我們就在地下街那邊尖叫 超自張 那兩個白痴 哇 結果你抽 哇 超自張的 嚇到路人 好好笑 非洲出名的 對啊 就中了Lio 其實我也蠻喜歡Lio的 只是我沒有特別抽 因為我很怕我抽不中 而且也不知道有沒有人抽中 因為那時候是有少的 這是一定有 已經有幾個是抽掉的 超好笑 你會打開那是大叔 不是啦 什麼大叔 我抽的是別的款好不好 好笑 嗨翔哥 謝謝Alpha 謝謝翔哥的 玫瑰掌聲鼓勵他靠你喔 搖盒子 盒子應該聽不出來吧 謝謝深深的掌聲鼓勵 兩個人反應在幹嘛 就超白痴 然後說 蛤 蛤 蛤 怎麼還知道 我們把我們所有就是 就剛好2019年的那個 所有的好運都集中在這裡了 代表我們之前衰了 為什麼那麼衰 就是為了今天 都是為了那一天 你知道嗎 軟前托 太歐了 真的真的是超級無敵 哇賽 這能一次中很難耶 因為平台完全看不出 不是到底是哪一隻角色 然後 這又看不出來 而且有時候那個角色都特別多 就是角色特別多 所以你又根本就 就是很難抽 會抽到自己的腿 而且很好笑 就剛剛好啊 2019年的底 然後把硬區運完 嘟嘟好啦 什麼 充滿棒球幸運公仔 看小丑 謝謝翔哥的掌聲鼓勵 當然不是 因為我最近2019年就衰了那麼久了 但要在最後的時候 幸運一點 呵呵呵 這就是那個啊 這就是年尾 可能就會特別幸運一點點吧 之力的 有啊 就抽到我的推啊 就抽到我喜歡那個角色 因為其他我都真的都不推 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抽到其他角色的話 就是頂多就是送別人或是就是 對 反正大概應該就是送別人吧 因為就是 不是自己也喜歡推留著也不知道幹嘛 決定去跟阿潘 我有一點歐氣 你們兩個都超歐的耶 真的是 而且我覺得我比較歐 因為我自己摸了沒有很久 大概很快要決定一下 大概就是 稍微摸一下形狀 感覺就是這個 我又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就是腦袋中覺得 感覺就是這個了 莫名其妙的第一直覺 超怪的 對阿而且因為那種很貴 就是你 一次沒有抽中就是 就是 就會覺得很花 就是覺得很花錢 而且就是 如果你要轉賣的話 就 也不一定會有人買 就是很微妙 1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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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號在幹嘛 啊10號回家了 哎呀拜 Yada 回來下去 第一家這個電話要貼什麼 鏡子觸碰 哈哈 應該不會耶 因為那個 真的其實也不是 又摸就摸了出來的 因為這真的很微妙啊 因為它裡面還卡了一個紙 你知道嗎 這還有一層紙 所以其實我們也沒有很確定說 一定是那個 就是覺得 第六感覺得是那個 謝謝開仔 再來小小球球快配身 再來呢大家不要輕易嘗試用捏的 呵呵呵 因為我也是很怕這個店家會介意 所以還是不要太常這樣做 謝謝追蹤 這怎麼唸呢 一個風再一個陽太妻 就覺得 不知道 我的運氣有時候很微妙 但是我們那時候是因為 我那時候兩個人的心情都有點不好 呵呵 也不是不好 是有點低落 然後可能就剛好 就是 因為心情低落的關係吧 所以就 所以就剛好 很幸運這樣 就是 剛剛好底掉了我們的壞心情的感覺 他想說 啊都已經要 都已經要那個 都已經要 都已經要過一個新的年了 就讓我們開心一下好了 呵呵 糟白痴的 要你一定要再叫你買 但是這個沒有特別說啊 可能那些人有點多吧 是不是也沒有到很多 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點多而已 羊 喔是喔 這叫羊 耶 被電到的感覺 是什麼 問到 這是什麼奇妙的感覺 好好笑喔 所以但我 這個感也不是每天都很 也不是每次都很準 就是歐爾而已 看一下 什麼音樂 播到不知道播什麼 太多人偷捏的 其實沒有耶 因為我們抽的那個角色 也不是非常的大眾 有些是 愛瑞瑞俊7的話 基本上九女生會比較喜歡而已 但是會買的人也不一定很多 因為 很難抽 因為愛瑞瑞的角色太多了 然後 雖然智瑞的角色很少 可是目前喜歡智瑞的人也沒有到很多 然後而且他只有四個人耶 四個人的話就是機率也蠻微妙的 就是 如果你只喜歡裡面一個的話就是 你就要 你就要 就是怎麼講 就是要很 要很 就是怎麼講 要很專注 不然就是一定 就是還是有可能會落空 因為四個人 雖然說九女生子也急於 但是也 不一定會那麼容易就一次中 當然有些人就是直接 包那個 就是直接 包整盒之類的 女生突然有希望的感覺嗎 還好還沒有一個小時 摸得出外型 摸不出啊 其實我們也是就是 大概而已 就是完全摸不出一個所以然 你知道嗎 要不然剛好摸那麼久 如果摸得出來的話 大家都摸得出來 就是因為摸不出來 你知道嗎 就是覺得好像 很像而已 可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 我們就是抱持著一個 第六感的心情 反正應該就這個啦 的那種感覺 我就覺得 嗯有可能就是這個了 反正就是這個了 超白癡的 真的也不知道到底摸得對不對 你知道嗎 真的覺得很微妙而已 這那個形狀真的有夠難 有夠難 就是真的真的摸不太出來 哈玉超 那摸出來大家都直接買了啊 幹嘛還要在那邊摸那麼辛苦對不對 超白癡的 一整盒沒那麼找出吧 有 那個是可以訂的 而且如果店家都已經有一整盒的話 他怎麼可能沒有一整盒 摸了買法全包 我才不要 我就沒有使用我喜歡那麼多角色 全包很奇怪 我大概會真的全包的只有鬼魅而已吧 因為鬼魅是 畢竟是比較喜歡 就是大部分角色都還蠻喜歡的 因為大部分角色都有自己的特色 所以也不會到不喜歡或是沒感覺 就是都還行 但我最喜歡的是 但是我以為是義勇、 shadesuro跟 義勇和和根津庫比較多 其他就還行 不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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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收藏 我覺得鬼魅的話 收藏一整套我覺得還蠻值得的 所以我覺得還行 5產也可以啊 欸 5產很帥欸 雖然他是反派 雖然他是反派 但是他確實蠻帥 而且有點正 你知道 但是他扮很像貓媽桑那種裝扮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欸 好討厭喔 高級的鬼怎麼那麼好看 超好笑 高級的鬼怎麼可以長這麼好看 我也要當鬼 謝謝歡迎讚色樂 鏡子首歌 首歌比較會摸嗎 好好笑 香奈呼也有啊 只是他們還沒有周邊啊 這是麻煩的點就是因為他們還沒有周邊 如果有香奈呼的話我覺得爆買 就是沒有啊你知道嗎 現在目前的 不是主要的角色幾乎 基本上是不會有周邊的就覺得有點麻煩 謝謝歡迎讚色樂 謝謝 對啊各有特色 都喜歡 什麼是坐標走系統 嗨 裴王子 我有唸錯嗎還是是唸斐陽 太久沒看他的名字 好好笑 他今天爸爸也很帥 但是他不會從他的周邊啊 他爸爸帥真的不是重點啊他不是主要角色 他不會有周邊啊 他不會有周邊啊 突然覺得很可憐 那他跟你真的很糟 可是他真的很帥啊 就是他其實也沒有到 怎麼講 就很像 就很像餐種的感覺吧 就是鬼也會有自己的世界 那種感覺 你要說 就是鬼其實可以跟人類和平的相處 就只是看他想不想做而已 像有些鬼呢 可能就是覺得他想要統治人類世界 所以呢他就想要殺掉所有人類 之類的 但是有些鬼他並沒有想要跟人類做對的那種 也會有 就是跟餐種那種 有點像的感覺 電柱人氣感覺 因為電柱很可愛啊 然後又很真 然後身材又很好 所以不喜歡啊 雖然我沒有到很喜歡 就是普通 可能大概是因為我沒身材吧 呵呵呵 好好笑喔 相愛護超可愛的啊 貝雷樂跟在追 漫畫 可是因為漫 畢竟動畫本來就出了比較久啊 你家做一個動畫 可能花很長的時間 動畫其實也沒有到不好看 而且我反而比較喜歡 有動的那種感覺 就是活靈活性的感覺 因為漫畫要不會動 就會覺得沒有那麼有趣吧 而且這種打鬥的那種畫面的話 基本上還是動畫會比較 略勝一籌 因為會有那種順暢感之類的 因為畢竟現在技術比較好 所以就是看起來會很順暢 我覺得 以打鬥系列來說的話 我覺得做動畫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漫畫就真的不會動 而且還會就是畫得有點看不懂 因為會比較複雜嘛 那個畫風的話 就是畫的話會比較難去 就是畫整個打鬥的過程 就會看起來很複雜 我也不能覺得蛇柱 我也沒有很喜歡蛇柱其實 我最不喜歡的應該就是那個 打雷 我當然不喜歡他們是哪一個柱來的 就是 很討厭那個 Nesco跟Tanziro的那個柱 到底是誰喔 我忘記他的那個名字 我忘記他是哪一個叫什麼柱了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他 沒身材啊 什麼都沒有你知道嗎 那很喜歡三個角色設定 因為我沒有看漫畫 所以你跟我講那個 那個鬼那邊的人 我基本上還不是很清楚 除了最後一節出現的那個鬼以外 就是無產不是殺了其他四個 是四個吧 然後只留了一個 不是嗎 還是三個 忘記了 反正就是最後只留了那一個 因為他覺得很有趣 因為那個鬼就是 怎麼講 我忘記他的個性有點像 那個怎麼講 有點像 他很享受那個 就是他很享受那種 恐懼感嗎 好也不算 就是他很享受那種快感 很莫名其妙的鬼 對 封住 喔是封住喔 啊 對 反正就是那個很討人厭的那個 我最不想的那個就是封住了 雖然我知道他一定會有自己的原因嘛 但是我還是不喜歡他 他怎麼可以這樣欺負我的Netsco 還有我的彈集囉 搞什麼 雖然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領便當 聽說後面很多桌領便當 然後還有有點害怕 反正我只希望我的義勇高領便當 這樣會不會很多人揍我 好好笑喔 不死他他又有腹肌 幾乎每個人都有腹肌吧 誰沒有腹肌啊 那你每個村應該都有腹肌吧 就只是看不出來而已 他練成這樣沒有腹肌才有鬼咧 好好笑喔 易戰成雲戰成神爵 真的 易戰真的很強耶 這只有他睡著的時候 他醒著的時候很吵啊 真的很愛哭 他醒著的時候很吵啊 你這樣 太安靜了 超壞吃的 有時候覺得 整一次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睡一下 可不可以睡一下 好好笑 你不要再哭了 有時候覺得整一次真的是太愛哭了吧 嗨土肉豆花 嗨爭氣 所以鬼王很明顯不想跟對 他就想要統治人類世界那種鬼 對 因為他就覺得 因為畢竟他是最粗 他是最粗的嘛 所以我問 比較好奇的是怎麼出現的吧 因為像餐總的話 餐總有解釋嗎 餐總有解釋 餐總是 怎麼出現的嗎 好微妙喔 我真的沒有研究那一點耶 就是反正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本就有鬼這個 族群還是 因為餐總好像原本就是有餐總 是嗎 反正是 因為也不知道那種 他們的鬼的由來 到底是什麼 就是也不知道他是被創造出來的 還是原本就有這個生物之類的 就是還蠻微妙的 嗨龍其實是在BB 病焦 他真的很病焦耶 我喜歡 他長得也蠻好看 我喜歡 他長你口的封住 對 是不是那個討厭人唸 討厭人封住 嗨家 想嗨 哀哀哀哀 用你的 我的 懂我的 不要跟我搶 沒有啦 後面的距離真的蠻懂的 我知道啊 因為後面真的很虐 後面聽說虐了很多波 問號 豬豬的頭髮很漂亮嗎 豬豬整個臉都很漂亮啊 他是美男子耶 這只是還蠻 也是一個很吵的人 而且他 拿掉 真的是 反差很大耶 超白癡啊 反差超好笑的 還蠻像的 練柱的話可能就不一定啦 但重柱我也不確定 但我覺得應該都有啦 這是不會 不會是那種 沒練過的身形 至少是平的 然後又有穿字型的喔 女生一定會有穿字型 女生不會有六塊肌 可是一定會有穿字型的肌 穿字型的肌 穿字型的肌 穿字型的腹肌 男生會突然都會有一點點 會有一點點吧 太小了 我們就只是還沒看他脫過而已好不好 我哪有什麼奇怪的發言 不知道耶 但我覺得應該多少不會到沒有 嗨 變了些檸檬 整件事跟我的頭皮一樣吵 看你的頭皮一樣吵 什麼鬼 哇 我就這樣 彈雞肉 我就不要丟下我一個人 都哭了 要彈雞肉 講 這一次模式 彈雞肉 他每次都這樣 然後邊走邊哭 然後邊喊彈雞肉 這很好笑 醒的也帥 哈哈哈哈 還有心中 看 他什麼時候變那麼強了 我知道 他偏偏後面有訓練啊 這只是還沒有播出來而已 嗨 玉瑤 是鬼的始祖 對啊 重點是那個始祖也一定會有個遊覽 懂嗎就是 他到底是真的 原本就是有這個生物 就跟人類一樣蹦出來 就是一定一定一定 反正就是一定有人類的東西 還是他是從哪裡演化出來的 還是他就是原本也是一個存在的 就已經是存在的 神物 好難解釋 因為有些東西是被創造出來的 被人類創造出來也有可能 但我就是不知道他到底是原本就存在 還是被人家創造出來的 不是一個蠻微妙的點耶 犯外有解說 但聲音不完整 所以應該算是原本的吧 原本的族群吧 原本鬼的族群是不是 但是這樣很微妙耶 他是怕被破壞 破害嗎 還是 因為如果 原本就他一個人的話 但是 但是他沒有 如果沒有 怎麼講 就是沒有受到什麼 奇怪的委屈 或者是之類的話 基本上應該也不會衍生出後面吧 所以我覺得應該就是 或者他反正他就是想要 他就是覺得他就是高人一等 他就是血統比較厲害 所以他想要創造大軍 統治人類之類的 應該 應該只有可能是這種吧 就是覺得自己比較厲害的那種 因為無產的模式就是覺得自己比較厲害啊 就是自己很厲害 然後 然後人類就是都是弱小的人 所以他應該就是想毀掉人類之類的 你怎麼好像 應該就是那種吧 感覺 有基因 病毒 想要炎獸 喔 瘦難的 欸 喔 所以他其實原本 原本算人類 所以他原本是人類 喔 哇 鬼燈又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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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喔 謝謝 歡迎這次我來牽到 鱷魚沒有 鱷魚是誰 伊蜘蛛很可愛 他是很好笑欸 那種掛聽 一直牽到腹肌什麼的 他們在跟我說那個 是不是每個柱都有腹肌 我說應該是有吧 超白癡 來CKMK配身 浩天 對我就覺得應該不太可能是原本就有的生物 你懂嗎 就是會感覺很微妙 如果原本就有的話 很微妙 然後所以覺得應該有可能是 應該有可能是被 就算是製造出來的 就是他 他自己製造出來的後果 變成了 變成了不是人類 那樣也很厲害 到底是吃了什麼藥啊 這麼神 給我一點點 為什麼可以吃吃吃了之後 然後變成鬼 然後還有一些奇怪的能力 這是基因突變吧 有可能就是基因突變吧 有後天性基因突變了嗎 就很厲害欸 可能就跟那個浩賀的感覺一樣吧 就是 莫名其妙的實驗跟妖物 然後就變成了 別種別種別的人種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應該很有可能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吧 對 說了 真的 真的真的 有嗎 這邊要想要 那樣也有什麼顏色的 嗯 嗯 好像 這款的話其實是喬本皇那一款 呵呵呵呵 我只能這樣跟你說 但是是什麼顏色呢 有點忘記了名稱咧 讓我一下喔 尼尼西西 啊這不是這一款 這是另外一款 看一下喔 是我姊姊在韓國 我堂姊 表姊 堂姊 堂姊去韓國的時候幫我買的 一樣是這一家的 在這裡 然後 他這一款的話就是 蜂蜜棕 反正他都寫Honey Brown 反正就是蜂蜜棕 然後他這款是喬本華那款 就是因為喬本華那款 就是很淡 他就是一個很淺的咖啡色 可是因為我的 我的眼睛本來就是比較偏棕的 所以我戴起來會有點像墨綠色 但是其實基本上我拿掉之後 他確實是淺棕的 他確實是棕色很淺的棕色 但是因為我的眼睛本來就是咖啡色 所以戴起來就不會那麼的像 就是淺棕的顏色 那我覺得我應該就是要在 我之後的影子眼鏡應該會再換回原本的 神棕 因為我覺得這款影子眼鏡 有點不適合 因為我覺得太淺了 就有點 有點微妙 這也不是很習慣 想曬太陽而不會死 真的假的 這樣抱得好嗎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不會去翻漫畫 哈哈哈哈 因為我很懶得翻漫畫 謝謝雞尾包 雪花 好二也是作者 咦 他的名字好特別喔 這我頭髮是無產的後代 我就覺得應該是啊 你不覺得嗎 我那時候就 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看到那個 就是住的那個 BOSS出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一定不是真的人 就是 我就覺得他一定是就是 跟鬼有關係 因為不可能 莫名其妙就是 出了一個 好 雖然有可能是就是 人類也有可能會出 自己組一個 軍隊 可是我覺得沒有辦法 到那麼的精 精準 懂嗎 一定 一定是足夠了解 鬼的人才有辦法 這麼精準的 知道 怎麼樣去訓練之類的 所以我那時候 就一直在懷疑 其實 住的頭頭一定跟鬼有關係 但是因為畢竟他看起來 就 弱不驚風的 然後 可是我覺得他那個型 真的有點像鬼 就是 一般的人都不會 不可能長這麼的蒼白啊 你不覺得嗎 就是感覺就是鬼啊 就他的造型實在太像鬼 我就覺得他應該有關係 好 就我自己已經自己猜出來 好笑喔 真的 他真的是喬本環奈款 超白癡的 我那時候就看到 因為網路上 有推那個喬本環奈款 以前我就覺得 看起來蠻好看的耶 然後就我戴起來是長這樣 我果然不適合喬本環奈款 我沒辦法戴上 這樣就變喬本環奈 問號 嗯 比較勒是什麼 比較勒 比較勒 謝害艾斯 青色彼岸黃 太想好 可以開聊 無限列車以後的地方嗎 不行 不要不要拒後我 我想要看電影 對我看完電影再說 我只想要大概知道角色設定啦 因為趕得知道的比較好 好拆後續之類的 可是無限這樣也蠻白目的耶 這是自己創造出了一個藥 然後自己變成非人類 然後就想要統治人類 什麼鬼啊 這是一個神經病啊 問號 不會被別人揍啊 刷上神經病 這很莫名其妙啊 這是自民就是人類 然後 他是不是就是覺得因為 他沒辦法像正常的人類一樣生活 所以呢 他就把自己變成非人類之後呢 就覺得 就看不起其他人類 因為他就覺得 噢 我現在非常的強打 所以我就是覺得 你們其他人類就是蟲 跟蟲子一樣的存在之類 感覺不常就是這種人啊 太討人厭了吧 超討人厭的啊 幹嘛要這樣子害自己的人 明明自己原本就是人 金色一點的感覺 沒有他其實就是很淺的棕色 他拿掉其實看起來就是淺棕 可是 也不會看起來很金 但是我戴起來是 墨綠色的感覺 對不對 不覺得看起來好像綠色嗎 這有點 墨綠的感覺 一點點棕一點點綠的感覺 因為我原本的眼睛就是深 就是深棕色的人 但如果是全黑的 就是眼球是全黑的人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看起來會比較淺棕 因為我原本就是咖啡色 跟蜘蛛人一樣被蜘蛛咬了變外星人 他應該不是吧好像 對啊 這是因為他太淺然後有點墨綠 所以我就看起來好像混血 你知道嗎 就是很 很莫名其妙的混血的感覺 後代是同一個族的 反正就是 鬼也有分後代 反正就不是同一個 不是同一批人就對了 就是同樣都是鬼就對了 不是同一個時間出來的 新年快樂 為了他真的像一組了 笑死我了 一副家族 什麼雇傭兵內鬥 真的假的啦 什麼鬼啊 雇傭兵內鬥 可是我覺得是因為 因為畢竟鬼一定會有善良的嘛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 就是 我覺得應該就是因為他可能也不想要 或者是 也許 就理念不同的鬼之類吧 我能理解喔 昨天姐很到家 大概不知道 12點左右吧 我昨天在捷運上度過了 倒數 還沒到家就 倒數結束了 耶 看來是穿混血的 就覺得不是很適合 因為我比較喜歡再自然一點點的 覺得有點太綠了 有點太淺了 啊 彈之后祖先 到底是多遠的祖先 想說是多遠的祖先 五三變鬼就有了 一定的啊 因為畢竟五場是最強的那個嘛 你要讓環帶是不同路線的 您就一樣 那裡很可愛啊 我哪裡不可愛 那才不是一不一樣的路線問題欸 我只是說我覺得我戴起來沒有長得跟他一樣可愛 呵呵呵 問號 我會上班 所以下班 我看回放 就算看這個漫畫也不會影響到動畫的觀感 可是我很懶得翻漫畫 我就想說我要等動畫出來再看 我不要當人累了 要笑死 哪有 環帶比較可愛 喔 那醫生 那醫生是誰啊 那醫生是誰啊 殺了他 不是他是不是死掉了 呵呵呵呵呵 問號 這是有點灰 灰 有點怎麼講 算是灰綠色的感覺 其實他有點默綠色 可是你看如果這樣 我把他移開的話 他其實是淺棕色的 這樣應該很明顯吧 可是他不是 他不是那麼 他就看起來不是那麼綠的綠色 他其實是棕色的 差點把自己眼睛戳下 呵呵呵 嗨 咚咚 有點灰 其實是綠 有點綠的 如果是看現場的話 其實有點偏綠 哈哈 日光暈什麼 好好笑 對啊 我記得他不能 他不能曬到太陽 不是嗎 就跟吸血棍像 超白癡的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那個什麼 嗯 就是那個 戰隊的 BOSS 不是也都不太會 不太會出來嗎 所以我就覺得 感覺就不像人類啊 而且他的外表 就不像人類的樣子 對 我就覺得 鬼應該也不是 就是原本一定也是人啊 就是不是 不是 不是原本就是鬼 喔 超難的 欸好討人厭喔 反正就是他家裡的人呢 發現他不是人之後呢 就想要殺掉他 果然就是人類自己引起的戰爭啊 欸 你知道 就是 就算是自己的 怎麼講 就是 他還是自己的小孩啊 就算他變成什麼樣子 不就是自己的小孩嗎 如果 除非他 就已經 還沒有 怎麼講 就是 如果他 就是 怎麼講 嗯 如果他是他自己亂殺人的話 那我覺得還情有可原 可是如果就是還明明就還沒有做任何壞事 然後就 就是 被人被自己的家裡認定是怪物 然後就要殺掉自己的小孩也太無情了吧 之後那種感覺啊 感覺有可能也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 他才變壞的吧 因為有時候變壞的原因 這真的是因為人類自己太白目 就是 就是覺得啊你這是 你這是異類 我就把你消滅掉的那種人類 就是很多啊 就覺得反正你又不是人 就是覺得 不是人都不能存在那種感覺 不是人家可能就很恐慌吧 恐慌症 因為回家時間很長啊 我就沒有那麼快回到家 而且昨天一定會塞車 所以其實沒有很 沒有辦法那麼快的到家 絕對上看不到 看不到 但看不到啊 在地下室耶 地下哪看得到陰影的煙火 哈囉 台北村是在地下欸 台北今天在地下的 當然看不到啊 連聲音都聽不到欸 超好笑 可以啊為什麼跨年不能搭 跨年是20小時的欸 跨年是開很晚的欸 你不知道嗎 台北的跨年是幾乎是開到半夜都會再開的 因為畢竟大家半夜才會回家 所以台北的絕運都是半夜都會開的 半夜一定會開啊 不不開的話 誰要 這次要搭什麼回家啊 當然會開啊 不然你要人家搭什麼回家 太好笑了吧 當然又開啊 直播年前的祖先跟祭國園一相似 好久遠喔 謝謝看不到我來見到 蛤 拜託喔 懷那也很性感啊 也不會變那麼可愛啊 這邊是什麼鬼啦 我沒什麼 裡面的款是什麼 很普通 跨年爆炸聲 完全沒有 哪有 懷那裡面就很 裡面裡面可以很性感好不好 被無常人殺了 喔好討厭喔 好吧 這是無常的問題 他果然就是那種 就是覺得自己變厲害了 所以所有人類都該死的那種 那種突變驚的人 怎麼真的真的很白癡 為什麼 為什麼都要這樣演啊 這樣演唱人要看 這樣好討厭喔 這個人真的是忘恩福義耶 他把人家一生殺了 難怪會被人家追殺 是他的問題 12月鬼就是為了 因為有個混蛋把鬼 而是他鬼隊變強 當然啊 他就是把那些人 當作他的棋子啊 一看也知道 他就是那種最討厭的人 他就是把人跟鬼 都當作棋子在利用的人 不都是這樣嗎 看來就是這樣啊 他就是覺得自己最厲害 然後前來都是渣渣這樣 所以他就是想 想利用誰都利用誰 就算即使是 即使是自己的同伴 他也沒差不是嗎 他就是那種 冷渣 他不是人 他就是那種鬼渣 好難罵他喔 是不是 不知道他到底是鬼還是人 那老的時候 也不能推曬太陽 那很好啊 我要把他推曬太陽 好討厭 他不會老啊 不是嗎 我怎麼記得他根本就不會老 嗨阿倫 嗨 嗨小魚 我就是吃幾個人 維生女賽 哈囉 哪有幾個人 哪有都亂殺 爛殺無辜 好嗎 誰會殺別人 然後為了就為了存活的 欸不對 有欸 廢話 好像有欸 恩 恩 恩 我剛剛好像說了什麼白癡的話 不對好 就是有 天啊 我真的在亂講話 我就說 恩 恩 就是他殺了太多人了 好嗎 他就不只炸了幾個啊 而且他應該說他是 怎麼講 就是不管 什麼樣的人他都殺 所以就覺得 就是一個 沒良心的人 應該治療他 還沒看到笑 我在牽怒地生 哈哈 原來他原本就是這種人喔 好討厭喔 真是人渣欸 討厭 但他放下去 整個人整個都有了 沒關係 他還是人家就亂了 好討厭喔 天啊 跟著鬼喵下來咬手嗎 擠爆 所以我才不去啊 直接回家 他在地下就不用跟什麼 捏半天了 沒有 不是那時候啦 阿帆 我跟阿帆是很疼 好幾天前的事情了 不是昨天 不是只跨年 真的擠死了 喔 沒有 因為其實還好 因為我們不是在跨年的時候回去的 我們是在跨年前就回去了 所以才會在捷運站上度過 呵呵 而且我們不是在那個站 我們不是在那個站搭的 我們不是在那個 國父經驗港 或者是市政府搭的 我們是跑到別的 比較遠 比較偏僻的 捷運站 結果我們幾個人揪一揪啊 然後打幾輛車去別的捷運站做 然後再搭回家 所以其實沒有很擠 而且人超少的 因為那裡就真的不會有人啊 而且大家都去跨年 哪有可能會有人 就是那種偏偏妝不太會有人出現 就是超粉環那比較可愛 呵呵呵 硬要 看一下 最近看太多影片了 結果反而沒有音樂 呵呵呵呵 全部都是影片洗版 好可怕喔 喔 最近無聊 然後我就是在看那個 花江夏樹 就是 彈雞肉的 配音員 的那個 神優的那個 YouTube的那個 呵呵 他就是跟他的其他的神優呢 一起打 就是一起玩遊戲 然後玩恐怖遊戲之類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然後他不是之前就是有那個 配那個 算是一也配吧 因為他有跟廠商 就是他有跟廠商 廠商講好的 然後他就是配了那個 就是那個 鬼滅的遊戲 然後我就看他們 一直配音 我就覺得很好笑 呵呵 這個人真的是很愛秀 呵呵呵 可是又很喜歡聽他們講 就覺得 喔 彈雞肉的聲音 可以直接跳彈雞肉的聲音 真好 什麼 Joujo還有什麼 安斯達 哼 醫生一直沒有治療好他 那他不是還是 當然他還是變強啦 不是嗎 他不在乎自己是人還是鬼吧 我覺得 他只要自己能活下來就好了 不是嗎 他就是那種 人渣 呵呵呵呵 人渣 呵呵 竟然要殺他 殺五神正假 也是喔 欸 現在變一些檸檬的雅典味成 而且有些效果本來就是會慢慢顯現的啊 那我可能一下子有效果 一下子才有效果的話 那你還能叫藥嗎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喔小藥層 不會那麼快要有效果 嗨俊瑩 嗨小精靈 殺貓咪 他怎麼可以殺貓咪 哪有啊 還那人比較美 嗨 嗨北人 他面好像就是 隨便抽血果腹 什麼鬼 都是人家 少渣多渣 什麼鬼 不緊 別走啊 快快點啊 我不是搭同一個線的 呵呵呵 不是搭那條線的 啤酒要少喝一點 他是喝很多啤酒喔 真的假啦 可是還是很可愛啊 他只要帶點東西都超級無敵可愛多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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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要什麼 守華哥 哪有啊 又不是同一個 這不是同一個線的啊 呵呵呵 不是同一個線的 好好笑 不過他這樣玩反正很好笑 對 可是他只玩到第二 第二集 第二集 反正他的那個影片 就有到第二集 還在 還在玩 因為他12月29號才出了第二集 呵呵呵 好像馬上看完 超好笑 呵呵 他每次玩那個 就超好笑的 他那種 摸片會不會幻滅 不會啊很可愛欸 那像是 亂配也好笑 今天死了才發現他的藥有效 沒關係 反正他都已經起效果 他可能就算了吧 呵呵呵 他可能把他殺掉了還能怎麼樣對不對 謝謝阿基亞的小小條 有馬功成 有馬功成 真的嗎 會嗎 我就還好欸 沒關係 他看起來是很可愛的 他臉看起來超可愛的呀 就我想要看他跟那個 就是他不是有演一個新的電影嗎 叫做 五 五千零 五 五千零十 VC 甚麼 五千 無 aan 不知道我來說甚麼 啊 Gen Gen ZEROeg GUC 不會講零食欸 零食是甚麼啦 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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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食是要怎麼唸啊 零食就是甚麼呀 zero 零 雷寺 雷寺 午前雷寺 kiss kiss 午夜零食的文 午夜零食的文 然後他跟騙姬良他一起演的 新的電影 很想看欸 可是台灣不知道什麼都才上音 因為他的名言才上有點窮 所以我要等一陣子 謝謝老頭的love 嗨姨姨 嗨姨姨 配女生 超厲害的啊 雲林飛鳥 什麼鬼 我長得不像飛鳥 這臉跟他一樣小而已 哥哥們養 哥哥們養 現在遊戲樂星山陰影 他不用他可以自己養活自己 他可能超多 他根本就不用 別人幫他養啦 不會是多音牌特色片 嗨走道飛 聽到零食 肚子都餓了 零食 哪裡有零食 他天天還有富貴 嗨家養 你是說那個喔 那個什麼 特色片 你是說那個 超好笑 聽到他們的伙食超好的 可是我記得 然後我看一下他說 是因為他們都要 演很多打鬥的那個 演很多打鬥的那個戲 所以就是他們的伙食都超好 我覺得很好笑 啊 我看到的時候也覺得好好笑喔 因為他有這種的喔 這麼好我也要去那邊 我去那邊拍特色片 再見 說到念我半年之後 就圓回來了多好 我根本我是不是很需要啊 他有沒有缺人 好好笑 對 和片季兩天的那個電影 五月零食的文 啊 吉澤亮嗎 喔 他有演喔 真的假的 他有演喔 半折植樹翻外篇 可是我沒有看半折植樹 好麻煩喔 我這樣有看 我要看他 我是不是還要把半折植樹補完啊 可是我不想要看他 因為我沒有很有興趣 因為我有時候還蠻乏味的 因為他有時候會露露燈 所以就有時候不太想看 對 東映養豬場 哈哈哈哈 超好笑的啊 好想看喔 當然不知道啊 因為我沒有看半折植樹啊 很青春的電影 很蠻青春的 因為他就是片季兩天 他在裡面也一樣 一樣就是一個偶像 然後呢 嗯 巧本還在就是演一個 一般的女高中生 然後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可能跟片季兩天有什麼關聯吧 反正就是片季兩天喜歡他 然後 反正就差不多這個劇情走向 大概就是那樣 差不多都那樣 滷肉飯嗎 我又沒辦法每天都吃到 而且你要叫我阿嬤每天煮喔 人家很累耶 好好笑 沒關係一鍋可以吃很久啦 那每次一鍋我大概可以吃兩三天吧 我們都可以吃兩三天 超好笑的 我覺得很需要耶 欸 對啊 我叫我阿嬤包那個蘿蔔給我 然後我直接 我就拿回宿舍 然後自己滾就好啦 不錯耶 那我回去的時候 跟阿嬤講笑了 哈哈 阿嬤可以 可以讓我滷肉嗎 我要拿回去吃耶 剛剛說我要包滷肉回宿舍吃 笑死 看我可以給那個 給宿舍人一起吃 看他吃 看他會不會喜歡 因為我阿嬤煮的滷肉那個 湯汁超好吃的 對阿嬤煮的滷肉 今天你們可以看到 你們要直播好戲服 謝謝 對啊 剛好就是今天 今天的第一天 今天第一天都陪大家 度過了 耶 因為有人都換了 但是還是 喔真的假的 可是男主角沒換吧 男主角換了感覺很奇怪 怎麼翻外篇呢 其實這樣就好了 會不會看不懂啊 翻外篇的話 就只看翻外篇的話 會不會看不懂 Sony 麻吉 很想吃喔 我也想要 也養不胖吧 我覺得應該可以喔 好好笑 嗨Johnny 直接叫阿嬤一缸 一缸太可怕了好嗎 扛不上來 整鍋 都要把他整鍋乳肉放在這裡 帶來這裡好了 整鍋乳肉 一頓飯分三餐吃 喔可以一個便當分兩餐吃啊 超厲害 可是我不喜歡吃便當 也是滿滿的精華 然後大家就吃光光了 終於是真肥 欸對怎麼辦 我就好像會恨我 不行 那我還是自己吃好了 好好笑喔 太明明 謝謝 跟著我浪一波的追蹤 什麼123聯名 什麼鬼啊 太好笑了吧 嗨QQ 浪的歌超多年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有點累 會過去這一點劇情不會太難懂 真的嗎 不知道耶 而且最近冬天大家都還滿會吃的 就除了 我 但其實他們也沒有吃很多耶 有時候他們也只有吃一兩餐而已 所以我覺得沒有很多啊 好奇怪 而且他們沒有吃的量也沒有到很多耶 就覺得為什麼好怪 可能真的是體質的關係吧 體質是一個無解的東西 真的完全無法改變 他來台北 他不會來台北 他不會來台北 他沒有 他沒有 他不太有可能會來台北 試試 他來台北的時間很少 就除了那種很重要的節奏 他才會來台北 他一直在看 他現在現在變成什麼 牛油飯就知道 你會帶你回來了 笑死 你哪裡有貓 什麼是貓餅 有貓餅嗎 我回家我要做餅乾來吃 是說我回家應該會開個 開個 開個 主菜直播 不是主菜 我應該會開個做點心子鍋 我才不要煮菜 只是我不喜歡煮菜 因為煮菜就是很麻 就是要準備也很麻煩 然後我也不太會調味什麼的 我永遠只會加鹽巴 一點點鹽巴 反正應該是做點心啦 很硬像餅乾的 貓倆沒吃過耶 我們家的貓也沒吃過 台灣但我圓不會圓在臉上啊 永遠都會圓在別的地方 有點麻煩 Hi Kevin Hi Me 想知道妹妹有沒有 有沒有應援群 應援群?什麼是應援群 應援的群嗎? 好像有耶 因為我聽說好像 其他的粉絲都會自己創那個LINE 或者是別的 別的群組之類的 你可以問他們 你可以問其他我的粉絲 他們有沒有加什麼LINE群 或是別的群組之類的 我的應援是紫色 紫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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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林傑一樣 就只有我和林傑是紫色 所以很好記 煮柱 我 è不喜歡煮飯 就是因為我不會煮 所以還是做餅乾就好 沒有我阿嬤不住在我家啊 跟我們家沒住在一起 我阿嬤家住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是對 臭點已經不會到炸廚房了 因為是用烤箱烤的 不至於會炸掉 謝謝E-MADI的小雪球 還有宜貞嗎 真的假的 宜貞好像比較少講 就是我和 我和林姊也比較明顯 就是紫色 就是我們紫色的東西又特別多 你看我的包包也是紫色的 反正我很多東西是紫色的 就很明顯我就是喜歡紫色的那種感覺 Let's go 什麼人物有換人嗎 人物有換人是什麼東西 謝不如留小元旦 謝謝 變成青檸檬的雪花 什麼你別忘了 美琳說你和雞雞吃飯很好吃 哪有 普通 而且美琳有吃過煮東西嗎 有嗎 有嗎 我哪有 我有紫味他吃喔 謝謝新檸檬的雪花 我的也是淡紫色啊 我的也是偏淡紫色 我的是薰衣草紫 什麼 反正是淡的就知道 不是生的就是了 生的的話是林姊 不知道 不知道 嗨超哥 哪天頭髮也要染紫嗎 應該是不能染紫啊 對 所以我之前有想要染紫灰色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明顯的字 就是有點 有一點 漂亮的感覺 紫灰 比較深的那種紫灰色 就是比較不會那麼奇怪 可是好像 對這個團來說還是有點太 奇怪 呵呵呵 喔我主辦嗎 我主辦的就是我媽叫我主的啊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主的好嗎 呵呵呵呵呵 我哪那麼厲害啊 這什麼調味什麼都是我媽教我的 不是我自己一個人主的OK 呵呵呵 我不會自己一個人主啊 呵呵呵 我在家都是我媽叫我主的 就是我媽在旁邊看啊 然後叫我怎麼主這樣 就我們家可以放一隻烤雞 你知道嗎 那個火雞 我們家是可以塞一隻火雞的 就我媽這台是什麼 要不要來烤一個火雞 因為貴死了 呵呵 火雞超貴 我媽我們家的烤箱可以塞一隻火雞 沒問題 超好笑 呵呵 超大 家的那個烤箱很大 它是烤箱跟那個爐子是連在一起的 就是上面是爐子 然後下面是烤箱 呵呵 很貴的一個 很貴的一個那個 微波爐 不會 我們家的餅乾都好吃的好嗎 其實餅乾不會做到難吃 除非你吃了 除非就是你加太多糖 或者是你根本沒加糖 或是你比例調錯的 才有可能不好吃 就是大概就這樣而已吧 當然比例如果是調對的話 跟作法是對的話 通常是不太可能會難吃 對啊 它的是深的 我是淺的 嗨 文文 要光光還選的是紫色的那種 不是 它看起來就是有點紫 但是又有點灰 就是反正就是紫灰色 你可以去查看看 就是紫灰色的那個 髮色 長什麼樣子 會有 因為我應該找得到圖片 就是染的那種圖片 咦 那你 謝謝 謝謝超哥的告白氣球 謝謝暗行的雪花 也沒有到 也沒有到很會 因為有時候 我自己在外面住的話 基本上有些調味料 是我沒有的啊 是我 不是我家裡有 就是我家裡有的東西 不一定我那邊會有啊 而且也不一定買的 就是不一定 就是不一定會買到 都一樣的東西 所以有時候調味 我只會 我只會加鹽巴 就是我不會加別的東西了 呵呵呵 反正也沒什麼好加 大概就這樣 吃起來是什麼顏色啊 嗨蚊子 嗨牆身 謝謝阿遠的新年煙火 那我只會做甜 甜點的話 應該很多人都會 因為其實那個真的就是照 照亮做就好了 這其實也還好 喔藍色 藍色也很好看啊 但不是啊 煮飯 哪有可能煮 就是弄一弄熟 你要調味啊 煮飯哪有那麼容易 煮飯那種容易 大家都可以當主廚了 還要調味什麼的 如果調味不好的話 就會很難吃欸 就是不是很乾飯 就是沒味道之類的 或是很澀什麼的 像菜的話 就是如果你沒有好好調味的話 就會覺得很難吃 有些菜真的吃起來 就是沒有味道就很難吃 之類的 嗨阿華 只加鹽雖然覺得不行 又沒有人叫你加那麼多鹽 因為我加鹽超少的 就是大概這樣一小小的 然後這樣吃就沒了 誰跟你說他要吃重鹹 就吃一點點鹹就好 就是你只要有一點點鹹味就好了 我沒有在吃重鹹的 我應該是這個宿舍裡面吃的最清淡的人 因為我其實基本上 我們家也不太會用什麼很重的調味 除非他本來就是 他本來的 就是那個菜板就是很重 比如說什麼公寶雞丁之類 他就是很講究那個調味嘛 跟什麼 像乳肉的話也是很重那個 湯汁什麼的 就那種除非是那種 原本味道就很重的菜以外 我們家其實都吃得很清淡 因為我每次跟屯林出去吃飯啊 然後 很好笑 就是我們有時候不是會一起叫飯嗎 就是可能練習什麼 然後我們一起叫飯 然後呢 就是大家在吃飯的時候 我就會說 好像有點鹹欸 然後可是其他屯林都會說 有嗎 我覺得還好欸 就沒什麼味道 我說 蛤 這嗎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自家很鹹 然後他說 嘖 還好欸 我覺得還不夠鹹 我就 蛤 呵呵呵呵 超厲害的 他說 咦 呵呵呵 我說為什麼我吃這麼清淡 可是我的皮膚還是那麼差 呵呵呵 可惡 為什麼 嗨 對我也是覺得有一點味道比較好 因為我本來就不知 我本來就沒有吃得很重 重口味 除非就是鹹酥筋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很重口味 它就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那樣 就是它原本的調味就是很重的東西 我就不太可能會去 特別用清淡 因為會很難吃 就很像過水那種感覺 呵呵 就是 那種原本就味道很重就算了 因為它本來就是 就是味道就是那樣 可是我們家其實基本上都不會吃得很重 除非就是它本來的調味就會調得到重啊 比如說像什麼 就是 呃 魚 魚 魚好像也還好 呃 蒸魚它還好 可是像那種什麼 鮭魚啊 煎鮭魚的話 那種就是一定會有很重的一些胡椒味什麼的 所以那個就還好 不是 那個太深了 淺一點 火候很重要 呵呵呵 其實還好啊 就是你只要能吃都還好 因為就是味道的差別而已 因為我本來就不是吃很重 所以就還好 就是 每日 每日煮菜我也是加一丟丟鹽這樣而已 然後就可以吃了 反正它只要熟了就可以吃了 我也是這樣煮菜的 可是如果你要煮很好吃的話 就不可能是只有這樣 因為如果你要煮好吃 也就是要很注重調味啊 或者是 你想要煮的那個料理的味道口味什麼的 就是還蠻講究 料理這種東西其實也很講究 就只是 我懶 呵呵呵 反正就是自己吃而已 幹嘛要煮的那麼精緻那種感覺 對不對 熬夜還好吧 很多人都很晚睡啊 很多晚睡的人都沒有長痘痘 為什麼叫我長痘痘 不公平 不公平 上帝討厭我 他讓我都會長痘痘 明明就一堆人很晚睡 就不會長痘痘 結果我只有我會長痘痘 就覺得 這應該不只是 應該不只是晚睡的問題吧 我覺得我應該不只是晚睡的問題 因為我本來就有點就是 你知道什麼來著的 就是有點像內分泌失調的感覺 我本來就是有那種毛病 所以就是 比較麻煩 可是有點嚴重的那種 可是我又很不想要看醫生 因為我不喜歡吃中藥 超壞的 不想吃中藥 不想吃中藥 真的好難吃喔 難吃難吃難吃 很酷耶 所以味道超臭的 沒有 我們家公寶是很正常的公寶 而且我們家其實不太會自己煮公寶 我們家直接去買公寶機 來吃 因為很爛啊 那個要弄湯汁很累耶 太濕了嗎 不會 因為鹹酥雞本來就是要鹹才好吃 所以我這種鹹酥雞就是會吃正常的鹹度 可是有時候像什麼鹹水雞嘛 所以它會加太多 太多胡椒你知道 超級辣 所以有時候 我吃那個鹹 就是鹹水雞的話 我基本上會叫它少加一點鹹 因為真的太鹹 鹹到我會覺得 就是嘴巴很鹹你知道嗎 就鹹到很噁心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我的鹹水雞 我也不會 我也不會就是用正常的鹹度 我會再叫它加少一點鹹巴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吃那個 就我不喜歡你嘴巴都是那個鹹巴的味道 鹹水雞牛排上面沒有把鹹酥浩子 哈哈哈哈 太可憐了吧 天啊 好可憐喔 體質 體質的關係吧 我睡 我其實有時候睡蠻多的呀 但是是公平 哪有名 就不公平的 明明就有些人也長得很漂亮啊 可是也都不會長痘痘啊 為什麼 明明也都晚睡 可是也不會長痘痘 為什麼 哪裡清楚了 你這已經不是青春期了 我也不吃西藥 西藥更不好 西藥比中藥更不好 西藥的話 應該說比較不好的原因是因為會影響到那個身體 就是因為畢竟它是化學的東西 比中藥還要不好 鮮水雞太鹹 真的很鹹耶 所以說我每次吃鮮水雞 叫它不要加太多鹽巴 而且會鹹到 後來你覺得很辣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那種 比較 比較 呃 比較大粒的 比較大顆那種就是 比較大顆那種鹽 鹽巴 胡椒粉 胡椒鹽 胡椒 對啊 所以我其實基本上也不太會吃很鹹的東西 我是綜合型 就是只有T字而已 基本上我的皮膚也沒有到很油 就像我現在在家裡啊 我現在摸起來是乾的 是乾爽的 也不是油的 所以就是要看狀況 看氣候 如果比較熱的話呢 我T字很容易出油 就是額頭跟鼻子而已 但是我基本上其他地方還好 那是很乾燥的 現在還好 但是如果就是 因為我是綜合型 綜合型就是大部分 大部分的人的皮膚的狀況 都是綜合型的 就很 也 就是很普通啊 就是很正常的那種 形態 謝文哲樂 沒有好嗎 我都半夜睡覺 這好像是廢話 不是半夜睡到什麼時候睡覺 什麼 那個是什麼 什麼品寒那個飯 那個飯是什麼 那個飯是什麼 嗨 東尼 因為品寒以前也是蠻容易長痘痘 因為他也都很晚睡啊 然後又青春期 你的手也還好耶 我基本上是不太 那麼 我雖然會乾燥 可是不會乾到那麼誇張 因為其實台灣色氣很重 所以基本上台灣就算乾燥 也不會乾燥 也不會很嚴重 就是 只有 只有那個 日本可能會很超嚴重 日本聽說就是 一天不擦一定會均裂什麼的 就是感覺還蠻可怕的 水之呼吸什麼啦 練不起來啦 沒有那個東西 現實沒有東西 喔 醫師嗎 劇場 什麼劇場的握手繪 劇場的握手繪 我有時候會用潤 我一定會用潤髮乳啊 怎麼可能不用潤髮乳 我的頭髮就是這樣癢出來的 這為什麼我每次斬頭髮 我的髮質還可以維持這麼好 是因為我很 我一定會用潤髮乳 然後偶爾會用再用一次潤髮乳 就是我洗頭的潤髮乳會用一次 然後不用洗的潤髮乳 我會再用一次 就是有點像修護的那種潤髮乳 我會再用一次 所以為什麼我頭髮可以 保持得那麼順 原因是因為我 用的護髮的東西還蠻多的 就是像公司的姐姐都問我說 欸為什麼我頭髮都 髮質會那麼好 我也不知道 可能就習慣了吧 就是習慣那個保染的模式 就是 而且因為其實我沒有很常染頭髮 因為他們有時候 有些人是因為 他太常染頭髮了 所以才會造成 就是頭髮一直受損 而且你一直染一直染 他完全沒有時間去回復 所以其實基本上會一直染頭髮的話 基本上髮質不會好有哪去 因為他就是一直在受損 一直在受損 然後你又 如果就是他又沒辦法長很快的話 基本上你沒辦法長新頭髮的話 他就是永遠都在受損的狀態 所以我不是很喜歡一直染頭髮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頭髮會越來越長 所以我也沒有 我也不會很常染頭髮 而且我染頭髮 基本上不會染那種太淺的顏色 因為太淺的顏色 就要一直 一定要 一定要 漂 漂了之後髮質會更差 所以我基本上 也就是建議 就是比較建議不要漂 凌晨班 也太奇怪了吧 所以體質跟棉布一樣 體質跟棉布一樣 體質跟棉布一樣 9點太早睡了吧 嚴死人嗎 嚴死人嗎 哈哈哈哈 現在沒有在9點睡了啦 這麼好都沒聽你說 因為沒有問過我也不會特別講 對其實很容易不拎頭 像我其實有一點點 但是因為有的顏色還算深的 所以其實我沒有特別去補 上面的顏色 因為其實還沒有那麼明顯 每次那個美妝美髮姐姐都跟我 就是那個妝髮姐姐都跟我說 欸你髮質很好欸 你怎麼保養的 他說欸你有在保養嗎 我說喔 會用那個髮乳醬 可是其實我也不會做太多的 太多的那個護髮 因為有時候 就是也不需要一直弄 一直弄它 位置還好 四點半現在還好 四點半睡 好早 為什麼你可以那麼早睡啊 我沒辦法那麼早睡 因為我們有時候有工作 也不可能這麼早睡 懂嗎 我們有時候工作的事 有時候是半夜的 到半夜了 怎麼可能有辦法這麼早睡 就是有時候頂多就是 嗯 搭車的時候偷睡一下啊 然後密一下啊 就是那個 搭車的時候密一下字而已 就沒辦法到 沒辦法到睡覺 這樣好笑 就是 一定 一定 我們一定不可能每天都那麼早睡 因為我們 畢竟還有練習什麼的 也不太可能這麼早回家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就沒有辦法 我們也沒有辦法 調整那個時間 就是 因為時間都不太一樣 所以 就 就這樣 喔 我也是有性的 沒有有性的可以用潤髮乳 只是你不要 你不要塗到這裡 不是說有性就不能用潤髮乳 因為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你 你如果 因為我也是蠻油的 但是你覺得不要塗到這裡 就是 你洗完之後 你只要磨髮尾就好 像那種就是 你可能 你覺得你的髮質沒有很好 你還是可以用 或者是你用髮 就是 比較清爽的髮油之類也可以 就是不要碰到頭頂 而且其實 最好的方法就是 最好最好不要碰到這 因為這裡是頭皮了 然後你 霧倫髮乳那種東西 畢竟都是化學的 所以其實 通常最好不要碰到這裡 就是不要碰到那個 不要整個 深到裡面去 因為你弄到頭皮的話 其實你的頭 就是頭皮會受損 所以基本上 比較建議就是你抹 就是抹那個 表面就好 比如說像我 有時候 沒有用霧倫髮乳的時候 就是洗完頭 吹完 吹半乾 半乾喔 不要全乾 不要全乾 因為全乾擦有點 它會吸收不了 所以大概在 呃 大概半乾的時候 有點微濕的時候 你拿髮油啊 或者是 潤髮乳都可以 呃那個 不是潤髮 就是有點像 就是髮 髮油的話就是我 在哪裡啊 我的髮油咧 呃 這個不是 這個髮油呢 呃 很像喔在這 所以這款的話 我蠻喜歡的 對 可是就是 它這款真的蠻好用的 然後 而且沒有很貴 而且是可以用超久的 因為你不一定 你不一定會每天洗頭嘛 看這一款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它就是 白油的話就是油 它就是很像 它就是很像油啦 這樣 就是這樣 就是那種油油的 然後呢 這樣之後 然後你就是抹開 在你的手上這樣 抹開之後 抓表面 這樣抓就好 我這一罐是可以 乾用的 但是建議 比較建議的話就是 吹 吹了半乾之後 再抹 但是建議不要全乾啦 因為全乾效果沒有那麼好 這樣子 然後就是 用表面就好 這樣子 這是塗表面 就是你手不要伸進去 這樣子貼一下就好了 這是塗表面 然後不要 就不要弄到你的頭皮 基本上其實不太會 不太會出油 因為 有時候出油的原因是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弄到頭皮去 那它當然會開始出油 因為很油嘛 對 對 就這樣就好 看一下 然後也不用太多啦 大概第一個 就是大概按兩次就好了 有時候按一次就很多 因為我這罐已經快沒了 然後像這個的話是 它算是有點像是毛罩的那種 它就是毛 它叫毛齡修護路 有點複雜 它其實就是怎麼講 如果你頭髮很容易毛罩的話 你就可以買這種東西 然後呢 按一下它也跟油很像 就是比較 濃稠的一個油 然後一樣就是按壓之後呢 抹開 再直接這樣壓下來 它就不會那麼毛罩 然後順一下 就是這樣 它就不會有什麼毛罩啊 亂俏啊 什麼東西的這樣 這樣就好 男生的話 通常是比較 不太會保養 很正常 因為男生頭髮沒那麼長 就女生頭髮很長 就很麻煩 就是要 買一堆保養品啊 有的美啊 什麼東西 超麻煩的 自然卷表示 自然卷也是可以修護的好嗎 可是你可能要問一下你的髮型師啊 你問一下你的造型師 那個捲髮要怎麼保護 比較好 其實它就像這樣吧 所以就是這樣才會滑順嘛 因為如果 像我有時候出門 我沒有帶那個 我沒有帶那個毛罩的話 就會就是一出門 就是風亂吹 然後或者時機很重 它就開始起毛 然後就是看起來超可怕 就是一堆亂俏啊 然後就像可能就像 可能就像這樣 然後就超炸的 所以就是 這有時候要順一下 這蠻麻煩的 這蠻麻煩的 不然有亂俏嗎 不然亂俏的話你要學 怎麼樣用你的 那個什麼 捲棒 你可以買個捲棒 因為我的也是亂俏 我早上的話 絕對不是長這樣 因為我睡覺有時候會亂 我有睡覺的時候會 會搬來搬去嘛 然後是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什麼 我應該是不會掉下來啊 對 那個有點浮誇 這樣 我覺得應該可以 可是我的應該不行 然後 因為我的有染過 比較沒辦法 然後 就我很容易就是睡一睡 然後我突然就會開始 就是睡到壓到亂翹 然後有時候就會往外翹 這樣 那邊這樣 之類的 那邊這樣 化妝品嘛 因為其實女生很喜歡 就是不 呃 比較喜歡 比較喜歡試各式 各式 各式 就是各種樣式的化妝品 因為就是為了要找哪一個 比較適合自己這樣 所以基本上 我也是會買一堆化妝品 那一種 就是 為了要試 就是看哪一個比較喜歡之類的 插在頭髮裡是怎樣 什麼鬼啦 有事嗎 哈哈 好好笑喔 那男生感覺差不多 因為男生其實又不可能 自己去試那個化妝品 是不是 卡斯 這樣是廢話 你是捲的啊 捲的一定會這樣 超好笑的 看個人吧 除非你真的試了很多 不然你其實只試了幾種的話 基本上你感覺不出那種差別 或者是你 應該說女生就會喜歡挑 就是他一定會想要挑到一個自己比較喜歡的牌子啊 或者是之類的 因為有時候 插起來效果其實是不一樣的 可能你可能沒有看 你可能自己看不太出來吧 但是比較厲害的女生看得出那個差別 所以就還蠻厲害的 我是覺得我自己也還好 如果你真的很怕你亂撬的話 你一定要買個捲棒 很好用 呵呵呵 可是如果你很容易毛躁 就真的沒辦法啊 所以就是 反正就是這樣子嘛 然後順下來 然後如果你是亂撬型的話 就是往內捲 我是內捲啦 因為我是 我本來就是習慣內捲 就是這樣捲 它就會往你捲的方向走 這樣子 就是 差不多就是這個 目咒 然後要小心不要燙到自己 因為這個超級無敵燙 喔對 然後 然後我笑 我上次在捲我的瀏海啊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趕時間 我就 我就弄得 我就弄得很急 然後我就燙到了我的額頭 終於是我燙到就算了 我還留疤了 超可怕的 就是這裡 我不知道這樣能不明顯 應該蠻明顯 你看 這個 這是我燙到的那個 燙到的地方 就是 有一點流 因為有那個 有傷痕 所以就是應該會留疤 只是還好是在額頭 因為額頭比較看不到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 對 因為太燙了 那時候大概 是最燙的 那個吧 然後我那時候很趕啊 所以我沒有 我沒有一直 我沒有一直用那個 水沖它 所以 這好像有一點痕跡了 沒差啦 反正在額頭而已 呵呵呵 而我只是抗害到 所以還好 這個額頭的傷很 不會那麼明顯 所以應該還好 有點可怕 所以要用 那個捲棒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 因為它真的超級燙 對啊 就是你要自己抓那個時間 大概不要超 最好不要超過 不要超過 5到10 就盡量不要超過10秒 看你的熱度 如果你的熱度很高的話 就盡量不要太久 還好啦 因為其實額頭不太明顯 所以直接還好 因為我之前也有燙到手過 然後其實手的那個巴 也根本就看不太出來啊 這也就是那個 嗯 像那個轟韌客 然後我燙到我的大拇指 大拇指根本看不出哪裡有傷痕啊 就是 莫名其妙的恢復了 可能那時候年輕吧 就是根本就沒看到什麼巴 這也實在還好 這也實在還好 等一下排行了 我還要去吃飯 我還要去吃飯 等一下還要出門 唉 好煩喔 呵呵呵 第一天 怎麼這麼累 看一下喔 我就躲在這裡呢 嗯 呃 哪個 你得不曬嗎 謝謝 有魚絲的雪花 謝謝阿圓的樂 謝謝開閘真挺的吧 等一下喔 開我的 浪 謝謝 謝謝 謝謝禮物 嗨 稀為 跑不動 耶 謝謝開閘真挺告白 謝謝變神血檸檬的選票 謝謝姨妹子的雪花 謝謝愛死的樂 謝謝歡迎三次 我要簽到喔 欸欸欸欸 欸欸欸 嚇死我 差點按到結束 嗨 田中 啊我怎麼跑不出來 喔怎麼那麼卡啊 是網路問題嗎 網路好不穩喔 這序號也太差了吧 問號 一格 兩格 傻眼 好可怕 雖然它是寫4G 還好吧 露了就露了阿 其實那個都遮得住 其實沒什麼差 那個隨便拿那個遮瑕 就遮住了 喔對耶 天氣不好也會 這個好煩喔 對啊 最近的網路其實都有點不穩 第10是CKMK 它有在下雨嗎 不知道阿 我現在不知道有什麼下雨 但是好像還好 第9是Happy Love 昨天有下一點點 但是就不大 就毛毛魚而已 第8是開掌 第7是 欸 第7是誰 阿Cら 第6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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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是 換影戰士 第4是 天氣 第3是 german 第二是舞台 第一是阿爾法 謝謝 謝謝阿爾法 兩小時了要吃飯了 又播了太久了 都要兩小時了笑死我 謝謝大家新年快樂 好累喔 我的喉嚨好累喔 而且因為最近天氣很冷阿 然後那個空氣會很乾 就是冷空氣嘛 一直吸冷凸 你一直吸冷凸 那個喉嚨會超乾 然後我昨天唱到TV唱完結束之後 我的喉嚨整個是乾掉的 就是完全幾乎快要發不出聲音的那種乾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等到一半 我們也沒辦法去喝水 所以就是我唱完的時候 真的覺得我喉嚨真的是乾到爆炸 超可怕 他昨天那個冷空氣真的太冷了 就是被吸到那個喉嚨裡阿 哇我的喉嚨 咖嚯咖咖咳咙咙咳咙咽咙咖啮咤 mejorar самооля 啥咖咖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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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再來是 sustainable 再來是3號啊 再來是3號 的 9點 3號的 3號的 9點 3後的9點 十三號的9點 wellbeing 大家來到antaanta nav 地點 我已經在射午覺了 因為今天放假 大家可以去射午覺 掰掰五號見 啵啵 再見 按我的叉叉咧 按不了叉叉 掰掰